谢提定身穿露肩女神装 与护肤品牌进行签约仪式 并由她的经纪人王金导演主持 而谢贤和迪波拉也有到场支持爱女 婷婷男友安智杰跟在台上 向她献花和青菜的脸颊 仿如预演婚礼 但安智杰一上台就立即满头大汗 她表示因为现场太热 并不是因为与四哥拉姑同场而紧张 应该是一半的原因吧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那个真太热 所以我是汗量很大的 然后再见到四哥跟拉姑 火上加油 获得生命中最重要的四个人到场支持 谢婷婷当然非常感动 但是哥哥谢霆锋就没有出现 谢霆锋表示根本没有通知霆锋 因为她知道对方一定没空 对 我从来没试过 是从来没试过 忘记了 但是今天是特别的 所以我很高兴他们两个都来陪我 还有你来陪我 但是我觉得你们都看到 刚刚我说话的时候比较紧张 因为我做很多事都想我父母 觉得我有一点很骄傲的感觉 所以我刚才真的很紧张 比我平常出席别的活动紧张 自己与男友好事相近 反观哥哥谢霆锋与张无知则离婚不久 被问到是否介绍身边的单身女生给哥哥 谢霆锋表示没有人选 而四哥谢贤就表示 那是谢霆锋自己的事 别人不应该插手 当天四哥和拉姑心情原本一直很好 拉姑上下台时四哥还特意伸手搀扶 两人好像从没离婚 但是不知道是否媒体在女儿的大好日子面前提起霆锋的婚变 四哥突然变脸 一度不肯接受采访 四哥一起做 一起做 一起做好吗 我们不做了 我们就走了 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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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无论如何 霆锋恢复单身已成定局 但谢家大部分人似乎都乐于接受跟张不知划清界限的事实 尤其是拉姑 看上去比霆锋婚变的时候开心了很多 日前他六十岁大寿 霆锋跟带着两名儿子盛装到场 加上他跟谢贤的前车之鉴 让拉姑终于明白 双手握开往往比握紧拳头拥有的更加多 真的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他们画了生日卡 生日卡 对 OK Thank you 有 有 你基本共同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